字幕提供 同志们好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 拉回跌了42点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个震荡压回的格局 开盘就低 震荡之后尾盘再杀低 那我们看到目前大盘做一个 跌升之后做一个反弹 跌了579人 那做一個反彈 差100點左右就會來到前波高點 9593 但是這個高點 這個反彈 或許你會說 差100多點而已 搞不好禮拜一就創高了 有可能 萬一創高 它是個買點 還是個賣點 或是沒有創高 它是個買點還是個賣點 你都必須把它搞清楚 萬一跌下來 那很多人就會受到傷害 我想我就 針對這個地方來跟大家講清楚一下 那我們看大盤這個這樣子 我們先講一些股票 那你對照 你就知道大盤未來怎麼走了 來 我們先講張宜民股市一路230 來 法輪股套在第一高點 還不會中傷 套在第二高點 不管過跟沒有過 可能過高點 可能不過高點 跟現在大盤一樣 多半是中傷收場 第一高點還沒關係 第二高點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你會問說 那現在大盤會不會過高點 過不過 我覺得不是重點 懂意思嗎 你可能說大盤在這裡 差100多點而已 對不對 昨天的高點跟這地方 才差120點 那這地方有可能過高點 過了以後可不可以追 還現在有危險 過了也是不能追 所以我們就剛剛講這個例子 來帶入一些股票 我們來檢討大盤 來我們看一檔股票好了 這叫經電 你看經電 這邊 這邊過高點對不對 壓回之後反彈上來過高點 這邊 沒有過高點 然後這邊是一個第一高點 這邊拉完之後 第二個高點 比這邊還要高喔 那請問這個地方是買點嗎 就答很顯然告訴你 這個地方不是買點 這地方是賣點 那如果你追進去 就會產生很大的傷害 懂意思嗎 所以不是創高就能追 不是這樣 如果這樣那這裡也可以追啊 那為什麼會跌28% 所以不是創高就能追 第一高點完壓回之後創高 第二高點對不起 那我們看在股神系統裡面 它到底是什麼格局 好 為什麼壓回反彈還是不能追 砰又掉下來 同樣一張圖 我們看股神系統 一樣喔 就這樣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答案了 喔 原來上檔反彈很沉重 那來到這裡還是一樣反彈很沉重 最後又打下來了 原來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對很多股票會迷失方向 對大盤你會迷失方向 但在股神系統裡面 他跟你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能追就是不能追 那我們就講第二檔股票 來 有沒有創新高 有齁 第一高點 拉回之後 創了波段新高 第二高點有沒有 61.2 那請問這個地方是買點嗎 這裡當然不是買點 所以我們說過第一高點 你如果套到第一高點 還不會很重傷 那或許他有解套的機會 但是套到第二高點 完蛋了 不管過跟不過 最後多半是重傷收藏 你看這樣會不會重傷 這拉回是24% 懂意思嗎 那我們說高點到底有什麼機箱 為什麼這裡不能追 這裡也不能追 來我們看股神系統 同樣這張圖 第一高點在這裡 為什麼壓回 我想你已經看到答案了 那反彈上來為什麼不能追 我想你也看到答案了 因為沒有販多 最後就崩盤了 這樣一跌就是20幾%了 可怕嗎 你說20幾%也沒什麼 那我再給你看更嚴重的 我們看智慧 這段股票漲了7倍多 7777% 那我們這樣一波拉上來 從77拉到670 高點的時候你看這裡 第一高點在這裡 第二高點有沒有 他又創了波段新高 壓回之後創波段新高 跟大盤一樣 大盤到底會不會過 很多人說大盤會不會過 那我已經跟你講過 會不會過不是重點 有沒有 來到這裡感覺過也沒差100點 所以這地方過了 如果跟這個格局一樣 有沒有創高有沒有 那如果創高不能追 你追上去哇 54% 天啊這一定斷頭的 誰能夠淘汰54%的一個傷害啊 所以過高不代表能追哦 你可要搞清楚哦 懂事嗎 那我們看股神系統 你們在這種格局 它呈現什麼架構 當在這裡的時候 跟這裡的時候 它呈現什麼格局 這裡 就是這裡 我們看這裡是4月初嘛 來 4月初在這裡 哦 有沒有 那創第二個高點在這裡 來 是不是在這裡 創第二個高點 675 就在這裡 那你看這裡的時候什麼格局 不對還是空頭格局 那最後就蹦就下來 那你知道這段跌多少嗎 54%啦 從675跌到300 這一段拉回54% 頭這邊多久 兩個多月嘛 那你能夠接受這種傷害嗎 那如果不會沒有辦法接受這種傷害 那請問是過高點就可以追嗎 還是你必須心裡有所警覺 這種例子太多了 我真的講不完 那我們回想說當股價在高點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我不曉得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這樣 這張是6月18 今天當然已經8月28了 經過兩個月又10天了 那我們看兩個月又10天前在這裡 那幾乎最高點了 但兩個月又10天後 70天後 股價在這裡 壓回之後已經跌了54%了 那可不可以追你自己想 這種例子太多了 你讓我講一個小時也講不完 你看這裡是不是創新高 高點 第一高點第二高點 當股價創新高369 最後呢 跌到182 這一段拉回56% 懂意思嗎 那為什麼會這樣跌 那我們看股神系統 告訴我們什麼 當然股價在最高點 又來了4月初 那我們一樣看到4月初 4月在這裡 3月4月 那我們就筆直的把它看上來 從4月筆直看上來 你告訴我你看到什麼 可以追嗎 追完之後下場是什麼 就這樣 看到創新高 來 什麼格局 追完之後就這樣 56%就不見了 所以我想大盤 我大概已經講完 那如果聽不懂 我就真的沒辦法了 那我們說你買股票 可能會碰到兩種股票 這兩種股票 都會讓你傷得非常的重 來 包含買到什麼 盤整的股票 盤整它漲不動 浪費了什麼 你的時間 那有的是空頭格局的股票 它會拖了你的錢 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買到空頭格局的股票 哇 你看4、5個月 就把你拖了56%的錢了 那怎麼研判 你看這裡不能追 當然必須有一個好的工具啊 它的名字後期叫做股神系統 那跟你說這個不能追 就是不能追 那你追上去 你就會傷得很重 所以不能買的股票 有些人會想要去買 就像不能闖紅燈 有些人會闖紅燈 那闖紅燈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沒事 這次大家都不敢走 只有你敢走過去 走過去也沒事啊 車開過去也沒事啊 因為那時候剛好沒車 所以你闖一次紅燈 欸沒事 你在闖第二次紅燈 後續也沒事 那你在闖第三次紅燈 有一天你輛很守規矩的車 他看到綠燈嘛 你看到你紅燈它是綠燈啊 他就把你撞下去了 那你一輩子碰到一次 不是重傷就慘悲 所以紅燈是不能闖的 你不要說我闖紅燈沒有怎樣 不行 懂意思嗎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哦 不要以為闖紅燈沒有關係 做沒有必要的冒險 只要出一次意外 你就終身遺憾 我們剛才講不是受傷就慘悲 很可怕 這張以民股市錄232 不能買的股票就不要去買 不要以為你買了 好像也沒有什麼重傷 等重傷都來不及了 從來沒有想要做空的人就像開車一樣 他從來沒有想過要煞車 更不要想說要倒車 他這邊如果一台車不能倒車 你看他會開到哪裡 他最後一定掉到海裡面去了 陸地總是有限嘛 你不能倒車你能開去哪裡 你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你能開去哪裡 那如果你以這樣的觀念來講 你股票永遠只會做多 不曉得說股票要賣 甚至要反手放空 那代表股票只能漲不能跌 問題可能嘛 那你只會坐一邊 你想想看你最後下場是什麼 你一定會把你的錢輸光了 前幾天有一個會員參加我 他問我幾個很簡單的問題 說張以民 你會不會做空 他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做空他全市上能夠跟我比的 應該不多啦 那你會不會買很多股票 我跟他說我永遠只有五檔股票 說我真的是五檔 我絕對不會超過五檔 你參加普通會員五檔以內 你參加特別會員五檔以內 你參加中農會員還是五檔以內 不是每天買五檔喔 每天買五檔一個月二十二天就110檔 那你不用參加半年 台灣的股票你每一檔你都有了 不是 手邊的股票永遠就五檔 我賣掉了我才可能再買進來 那有時候如果盤比較不好 比如說多一波上去 那開始在盤整準備要轉彎了 那我可能多單要減碼 五檔變三檔變四檔變兩檔 搞不好剩一檔我準備要換手換空了 最多就是五檔 也可能三檔也可能四檔 在轉彎的時候 多空要轉彎的時候 我就慢慢減碼準備要轉方向 有可能了 這樣才是正確的操作了 張愛民上節目到現在15年了 我永遠都遵守這個原則 我沒有違背過 來 我們再看這一檔好了 喔 你知道這跌多少嗎 這股價一跌 喔天啊 三百多塊好可怕喔 為什麼它會這樣跌下來 一樣啊 這是創新高 創新高有沒有用沒有用 第一高點過了 第二高點沒有過 有沒有過有 過了可不可以追不行 喔 你看光這一段 從這裡八百一跌到這裡 四百六十六 光這一段就跌掉三百多塊了 你看很可怕喔 為什麼這裡創高不能追 創新高啊 這裡有沒有 這裡創新高啊 為什麼 轉空了 當轉空了 創新高也沒有用 就是要掉下來 那請問你要不要知道 那請問你要不要知道 你當然要知道 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不能這裡才知道 你張海高點就要知道啊 那你高點怎麼知道 骨神系統幫你看 你早就知道了 你不用等到掉下來才知道 你七百多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不用等到三百多 你才 這個知道已經來不及了 當你受到很大傷害 你知道說對不起也沒有用了 是不是 頭這邊要 所以有人問我說 張海敏你會不會只做多不做空 這是我七月二十八到八月二十二 我放空的 已經幾檔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已經八檔了 所以你覺得我會不會放空 我當然會放空 你覺得我會跟他客氣嗎 那加上如果大盤有一天翻多了 張海敏你會不會做多 一百零二到一百零三 那這兩股票 我大概七個 喔這不止喔 這邊是七個 九個月啦 九個月我做了九趟 當然在多頭格局 我就是一路買 九趟賺快七成 官一檔股票就可以賺快七成了 所以這是正確的操作邏輯 我不是在嘴巴講而已 事實上我也是這樣做 來我們看一天一檔股票 今天這檔股票跌停板 來 這檔股票叫華雅科 今天上市股票裡面成交第一名 叫華雅科 你看那開盤就跌停 對不對 當然一定有一些狀況 不然怎麼開盤 開盤就跌停 那請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報紙找一下一定有 蘋果日報八月二十九 第一論明年的前景刊率 為什麼因為三星可能要擴產 對不對 當三星擴產公過一求 那就完蛋了 明年刊率 所以今天報紙一登出來 撲跌停板 一開盤跌停板 來 那我們看股價在這裡 48.3 今天跌停是48.3 那你想一下 這三個月買進的人是賺還賠 除了這兩天嘛 應該是大部分都是賠錢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現在這兩三個月去買 華亞克的人很多 前兩天再反彈 剩到漲停板 這差一點漲停 很多人追喔 追喔 特寫 這天差一檔漲停 很多人都追 那我也跟你講過這不能追的 你追上去會受傷的 你注意看我有沒有講 我們公司網站都可以看到這個重播帶 看有沒有跟你講 這剛好是禮拜一的 禮拜差一檔漲停 那今天是不是又掉下來了 為什麼不能追 頭這邊很多人都追了 那追的人為什麼買 你看這個啊 這EPS很高 第一季已經1.73了 這可能上半年賺個兩三塊 應該沒問題 所以當你看這個數據很漂亮 哇你在這邊開始計算機這麼暗了 上半年3塊 一年可以賺6塊 也不知道誰叫他 所以上半年賺3塊 下半年就會賺3塊 不知道誰叫的 好上半年賺3塊 今年會賺6塊 本益比如果10倍就60塊 如果15倍 哇就90塊 那如果20倍 哇120塊 不得了 那才50幾塊 當然要追啊 對不對 追完之後受傷了 哪一個人做股票不是這樣受傷的 不是這樣一路繳學會繳上來的 是誰跟你說股價可以用數學算的 不知道誰教你的 那如果股價可以用數學算 會有人賠錢嗎 不可能啊 那數學老師都住在地堡裡面了 不可憐 你不要做夢了 來 什麼格局 這張圖卡是8月5號 今天8月28了 8月5號 請問你看到什麼格局 轉空了嘛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地方要做什麼 從這邊喔 我是53.2空的 這是跌到51.4的 來 喔呦 真的跌下來耶 頭這邊喔 所以如果你不曉得避開 頭這邊喔 那跌下來你就受傷了 是不是 我是45.8回補了 頭這邊你想想看 我這張股票要賺到7塊多了 那你想想看 你可以不要去追 不能追啊 那今天才告訴你的嘛 請問這什麼時候啊 這中播待會播過很多次了 請問這什麼時候的圖卡 這是8月5號 今天8月28了 那你想想看它早就轉空了 可是你不相信啊 你要看到報紙你才開始信 可是你當你看到報紙開始信 請問你要繳多少學費呢 那是不是現在你還想 我要不要 要不要貪評價嘛 還捨不得賣 這散戶就是這樣嘛 因為他們只會看報紙嘛 來 今天8月29 你告訴我這個格局你可以追嗎 那你告訴我這是多頭格局嘛 那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的反壓 有齁對不對 那我們看完第2 我們再看另外兩股票華幫店 你告訴我這怎麼買啊 華幫店已經賺錢 那為什麼股價還在10塊錢 他已經轉虧為營了 他應該今天股價可能155 18 20啊對不對 為什麼到現在還是10塊錢 哦 轉空了 轉空就是不會漲 你就不用再浪費時間了 這是一個月前的報紙 7月29號的群聯 群聯上半年賺10塊錢 超過10塊錢 對不對 那股價經過一個月應該漲翻了吧 半年賺一個股本 那一年不賺 可以賺兩個股本 那到今天一個月應該漲翻天了吧 對不對 7月29號 今天8月28號 8月29號 那應該漲翻天了吧 來 你告訴我有漲嗎 為什麼他不會漲 空頭格局怎麼漲 再多的利多都沒有用 不是嗎 這種例子 我不想你懂不懂這個道理 當然張愛銘的股市語錄跟張愛銘的書裡面都有講過 這是張愛銘的這個投資人100問這本書 來 我們請看這本書 張愛銘投資語錄 張愛銘的股市投資人100問 有上級跟下級 這是下級 這一本是上級 上級 上級跟下級 我們看下級好了 下級裡面的地 好多喔 書還大400多頁 來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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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講完華雅科 講完這個 群年 你看一下 第827 基本面跟技術面 哪一個比較領先 你一定看基本面很好 可是股價跌下來的 那請問到底哪一個領先 我這書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你可以自己去看 到這邊喔 因為我知道 這書是我寫的嘛 所以我不會去買華雅科 不但不會買反手放工它 但是很多人一定去買 最後你就受傷了對不對 來 譬如說 來 我們說它EPS很高耶 對華雅科EPS很高 上半年可能賺3塊 來 81 股價跟未來的EPS 相關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書裡面我寫得很清楚 你自己去看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輸錢 在股票輸錢 因為他可能很多東西不懂 那他繳很多很多的學費 對他來講真的很不公平 為什麼 你可以少繳 你就不用繳了嘛 你一次繳可能跌五成 一千萬就賠掉五百萬了 那是不是很可惜嗎 那你可能很多沒有正確的操作觀念 所以或許你需要這個東西 這個叫張宇明股市一路 這一本是一到一百 我現在講到兩百多 將來會陸續出版 這是一到一百的 那每一個我都會寫 像這個張宇明股市一路72 比如說他的這個 張宇明股市一路73 有沒有都會寫 這到底什麼意思我都會有說明 這是張宇明股市一路 那另外還有什麼 投資人一百萬 這有兩本書 上級一到五十萬 下級 這個五十一到一百萬 我們看五十一到一百萬 這好厚喔 總共四百多頁 頁數是423頁 這本書 423頁 423有沒有 來 你看 都彩色印刷 每一個問題 我都把它羅列很清楚 這都是投資人 最常想問的問題 最常犯錯的問題 你每犯一個錯 你可能要繳 50%的學費 那這學費對來講 是太昂貴了 懂意思嗎 當然這一百萬裡面 還包含光碟片 這太多內容了 這書裡面有兩本 這一百萬的光碟片 每一個光碟片裡面有兩片 總共有八片光碟片 像是1到12問 後面 13到25問 這總共有四核光碟片 有八片光碟片 這些有些人可能不想看書 那你用看光碟片的 那你想要看書 你就好好回去研究一下 你可能打開你的問題 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不懂 不懂有什麼意思 看EPS很好就去買了 對不對 最後你會發現EPS沒有用 81問你就看一下 股價跟未來EPS的相對關係 這裡面都有寫 這些書 你把它帶回去 或許你可以減少很多傷害 不用繳很多很多學費 只要很多學費 對很多人來很不公平 懂意思嗎 股市一定要繳學費 但是不要繳太多 繳太多 你就沒有錢做股票了 包含這兩本書 包含這四片光碟片 我覺得都是股市裡面最重要資產 將來有一天 張以銘會離開股市 我不會一倍在這裡解盤 那我留給投資人是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 張以銘的投資人100問 跟張以銘的股市一路 這些智慧的結晶 將來有一天 或許你會很想要他 或許你現在就想要他 因為你不想再繳學費了 那方法很簡單 當然這些書這些資料 會員我都會免費把它送給他 那你還想要擁有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打電話跟服務人詢問 怎麼來索取這些資料 我們今天的廣告再回到現場 成了活在其中 新北第一超級新版城 萬平造正全民輕鬆買 超級城市Super One 超級Super One 全家真輕鬆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 財富人生 支付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支付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騎聽 請用騎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股也是 男友 歡迎來到現場 我們來看這檔股票 你要看到上影線這麼長 真的很難看到 來 華碩 今天開得非常高 幾乎漲停板 哇 大概什麼 漲停板要打回來 打回原形 高點落差14塊 你買10張就好了 你14萬就不見了 今天盤中14萬就飛走了 為什麼會開那麼高 一定有原因嘛 什麼調高才測 熱賣 既然熱賣 所漲停板給我們看嘛 為什麼上影線這麼長 你買進去 哇 貢固 落差14塊 懂意思嗎 像你學費拿繳得晚 一天你就14萬了 你一年365天 看你要繳多少學費 可不可以追 不行啊 這沒有犯多 反而要這麼重怎麼追 所以如果你一個好的工具來幫助 你這樣不能追喔 你追上去就完蛋了 所以很多人在股市裡面 會繳很多很多的學費 是不是 那繳這些學費 或許有一天就覺得很不公平 也很不甘心 像我前兩天碰到一個 我們公司裡面一個 員工的哥哥 這個員工當然跟我很熟悉啦 哥哥啊 對玉很熟 他就拿一些玉到公司來 像這個叫和田白玉 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最好的玉叫和田白玉 算功課的 一功課多少錢 幾萬塊 這個八十幾功課 這和田白玉 這科一個管音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和田白玉啊 摸起來非常的Q軟 很Q的很軟Q的 非常的Q軟 那你拿刀子 你拿美工刀給它割 不入刀 你割下去 畫不動 那我說畫不動怎麼雕刻 用那個 這個鑽石刀刻 不然沒辦法刻了 非常的 非常的堅硬 但是你給它摸又非常的軟Q 哇天啊 這塊很不錯 刻一個觀音在上面 這一塊7萬 切斑 他還賣我便宜 他市價可能是幾萬 他賣我便宜 賣我7萬塊而已 那你今天做錯一檔華碩 就14萬 你就賠掉兩塊 這種和田白玉了 多可惜 聽說玉 以前古代君子都喜歡配玉 玉可以避寫 因為他有正氣有能量 他可以避寫 我從來沒帶過玉 他現在開始帶個玉來看看 蠻不錯 他跟我說你可以少繳很多玉的學費 那如果你沒有碰到我 你可能 開始買很多亂七八糟玉 到底買到和田玉 你可能繳100萬的學費了 感謝 我都不用浪費那一時間 講那些學費 是不是很幸運 所以我們說股價市場裡面 他有一個特性 是不分貴賤 只有分能力的 公益的深淺 那如果你 不是你也有錢 你就可以把股價做好 不是這樣了 懂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有能力了 從明天開始 你就是贏家了 不用過很久 也不用說怎麼樣 不會 股市最吸引你的地方 就是可以把任何小組都變英雄 休止了買單變英雄 當然你也可以浪費很多時間 你直接摸索 然後做很多功課 加很多學費也可以 但最後你一定會後悔的 懂意思嗎 浪費時間自我摸索 財務1.1滴流失 你會後悔的 還不如讓高手拉你一把 雖然那股票不能買就是不能買 這張圖卡一個月前7月29 跟你說不能買就是不能買 那你看到現在已經一個月過去了 今天8月29 你告訴我你買這股票幹嘛 你不是賠了時間 又是賠了錢對不對 所以很多很多的股票 時間的關係我也講不完 這不能買啊 頭這邊喔 這還要看嗎 這哪需要看啊 這不能買啊 時間的關係 我每天都一堆股票講不完 一堆資料講不完 頭這邊喔 當然你可以浪費很多時間 那你可以用一個好的方式 或許把這個數帶回去 這個觀念把它搞正確喔 張宇明股市一路 你把它搞正 操作正確觀念 當然你可以把書帶回去 張宇明的投資人100萬 上級跟下級 哇好厚喔 對包含這個光碟片 這個四片四合光碟片 八片光碟片 這些東西值多少錢 你問我覺得是無價值吧 你可能花很多很多學會在股市裡面 才能得到這個的其中一點 但現在你可以用很輕鬆代價 就把它帶回去了 會員我都會把它免費送給他 你想要擁有投資朋友 可以把電話打通跟服務員詢問 就可以了 股市裡面幸福是可以預約的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要預約 未來的幸福 每個人都可以過幸福的人生 我們進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主題是現在時效最夯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騎自行車可以使用手機嗎 不然怎麼拯救世界 很危險欸 會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後 可以騎自行車嗎 欸不行 最不上道 知道嗎 海上騎車要使用車燈嗎 不用啦 就跟車子蓋上 哎呀 掉開啦 跟別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實際行車 不可以使用手機 不可以喝酒 夜間騎車 使用車燈 鐵馬安全行 勢在好心情 超負分心你 大禹國際頭顧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 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 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 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